沙巴两名男子前天摸黑出门捕鱼 不料过后音讯全无 生死未捕 小诊员搜寻了超过30个小时 依然是一无所获 不过这两名失踪者过后却奇迹般的重现岸边 让家属是欣喜万分 但是在柔佛一所政府诊所的病人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诊所内冒出了不速之客 那是一只小山猪 沙巴两名男子前天凌晨三点 乘坐白色船艇出海捕鱼 预计五个小时后就会上岸回家 不料家属迟迟等不到两人回来 只好报警求助 寻找失踪者 搜救人员接获投报后展开两天一夜的搜寻 都没有发现他们的下落 结果两人48小时后终于重现眼前 让焦虑煎熬的家属松了一口气 当事人指出他们出海后船艇汽油殆尽 加上能见度非常低 因此迷失方向在海上漂流 直到一艘垂吊船 昨晚将他们救起 两人才得以和家人团聚 天气炎热加上人类入侵栖息地 动物闯入人类聚居地的案件也越发频繁 一只小山猪今天闯入柔佛八珠八峡 一个政府诊所四处乱窜 下得医护人员和求诊的民众立刻逃命 萧整员到场后花了十分钟才在会诊室内 不获这只不速之客 而诊所也在半个小时后恢复运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